96 97 98 99 100 好了 给钱 你就知道要钱 你妈妈每天工作赚钱多辛苦啊 先去账上 干活就应该拿钱 你看妈妈每天干这么多的活 你要过钱吗 母亲做一份日常工作开始带心 每个家庭必须按劳支付妈妈的工资 法令依照各项职业的平均薪资水平 制定了妈妈工资的计算标准 新的法令将为我们带来至少1.25%的 将号召全社会共同关注和解决母亲的家庭 妈妈来这多少钱 中国专家的均衡计算 妈妈的工资 来来来 说一下 这样刷牙才不会有助养嘛 主要是 多少 哈哈哈哈 不多 计法力的颁布引起了社会各级的热议 全无所谓了 只要我对老婆好就可以了 我爱的无私是无价的 但无价不代表没有价值 对这一现象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关注我的新书 妈妈工资的背后 但也有不少家庭表示 妈妈的工资超出了预期的范围 整个家庭正在面临新的痕迹 够吗 据悉 由于不少家庭支付不起妈妈的工资 这些家庭的妈妈已经离开了自己的岗位 相关专家表示 妈妈走了 不要看电视了洗手吃饭 这个周末就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了 他们无私奉献不计回报 不要看电视了 而且母亲的爱和理解 更应该成为每个家庭成员的日常 在此我们看到合理的家庭分工 爱在日常还不形成 我来我来我来 你干嘛 老婆 辛苦了 妈妈这是给你的 给我的 这是什么呀 妈妈 你可以做我一辈子的妈妈吗 算了新的日常 散不尽的爱 我来 我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